买回来以后吧先晾一晾干 为什么要先晾干 因为它有水分嘛 它晾一晾它就好像水分憋了 憋下去以后吧 你好像容易净盐分 这么说 那么稍微晾一晾 晾了一天以后吧 然后把它洗干净 接着就放上盐 就是盐 然后吧 是腌一搓这样 像洗衣服这样揉一揉 揉好以后一搓放 再揉一揉 每一搓 那多少天能吃呢 听到人叫一卤鲜 一卤鲜 一卤鲜 就是好像应该一晚上就可以吃 鱿鱼 把它切成个鱿鱼花 但是不需要切那种 那种大的鱿鱼花 就小鱿鱼花就可以 你一说鱿鱼花 我就觉得是那种酒店里面 一抄完之后会卷起来那种吗 那是大的鱿鱼花 我们就切个这样小鱿鱼花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步骤 你是把它切成长片 然后你这是先斜45度角来切 对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切个小的 不需要切大 两条 你像酒店里吧 它是切那种大大的 人家号称叫白海生 就等于是一个45度角 另外一个呢 是在一个角度直接把它断开 对的 两条 然后就整个切断 因为它去炒雪菜嘛 雪菜是比较细的东西 你切太粗了 好像也不般配他们两个人 是不是 没错 是他们两个鱼 对 就这样子的 对 其实这个鱿鱼虽瘦鱼 但是跟我们传统型的吃的很多鱼类又有点不同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软骨的哪一种食物 然后你就来决定你的刀法 笔管就不用改刀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鱿鱼 把咸菜再切好 切好一块做 我这雪菜刚才有冲过水是吧 洗过了 全部都洗好 是不是要洗很久 因为它盐很高 可以 它这个一炉鲜 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咸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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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过了 不是很咸 需要再用清水泡一泡 不需要了 你看 它这很嫩 特别嫩 这雪菜 我发现其实我们吃这个雪菜 大多数朋友都吃过那个雪菜炖的豆腐 真的太好吃了 还有吃过那个炖的鱼 是吧 南方人一天不吃 不吃雪菜都没有劲 就是它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归属 对 就是 它什么炒年糕 年糕汤 哎呦 特别是农村嘛 那你说以前条件差 吃什么呢 这是基础的一些 养生的食物 是吧 雪菜这边我们给它切成的很小很小的 这样的一些小碎绒 哎 然后我们要烫鱿鱼了 烫鱿鱿鱼 这个就拿冷 我们看一下 是水开的时候烫 水开的时候烫 那怎么掌握呢 这时候我就 这时候大家如果在这边炒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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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的味道 这是去腥 你看看现在焯的非常的白亮 是不是 而且有一些已经卷起来了 究竟焯的那么嫩 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一会儿炒完之后才能知道 是吧 其实我们这时候焯水不能把它焯到全熟 因为一会儿还要炒 是的 越炒就越老了 对 所以说一定要 还有关键我们这个火候还是跟不上饭店 酒店为什么能大火一爆锅快炒 三下五出二 对 咱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 达不到这个水平也没办法 臭乎的吃吧 但是就是跟饭店差一点 差一点 但是我们的调味会比饭店还要精细 是的 而且还要健康 对的 是吧 在自己家里做肯定的 对 好 油来一点 油 但是其实最近我们建立发现南方人这种 很喜欢吃的雪菜 也常被搬入北方人的餐桌 一是喜欢它那种非常鲜的来自于植物食材的味道 再者就是它的营养不可小事 是吧 来 我们现在先爆锅 好 爆锅 先炒鱿鱼 是咸的 对吧 就少放 放一点点水电子 这就是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再过来简单一炒 可以了 OK 大功告成 正式出锅 来来来 很棒的 这道美食看起来 非常的原生态 也非常家常 当然